那天气越来越冷了 很多的臭宝说 老花姨我还要施肥吗 甚至有的花友还在拼命地施肥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植物跟人是特别特别像的 人一天吃三顿饭 植物是一个月吃三顿饭 天冷的时候 你活动频率变少了 如果说你吃的很多 你会发胖 甚至得高血压 吃的再多一点 可能就是三高就上来了 植物也一个道理 它在冬季的时候 大部分植物它就会长得比较慢 甚至说有的休眠 这个时候花有没有 就要减少或者停止施肥了 那什么叫减少 什么叫停止呢 你比方说我们用眼睛去观察 这个植物本身它就长得比较慢了 由于气温降低的原因 它长得没有春秋天那么快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减少肥料的用量 也就是肥料这个东西 它浮强不浮弱 你看它长得很凶很旺 你就正常施肥 什么速效肥缓施肥 你配合着来 但是别过量 就跟人一样 你看那个小伙子 是十五六正穿个的时候 你也不能让它吃撑了 吃撑了到时候不好整 明白了吗 就是你正常用 正常给 它想吃多少 你就按照周期正常给 正常给 缓慢加 别超量就行了 如果这个植物 看它落叶了 长势变慢了 就要停肥了 你用了它也不吸收 你这话说 我理解 因为我大舅子一样 它睡着了 不欢死了 你说你喂它饭 往嘴里灌 容易把它给枪死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你们冬天的时候 就减少或者停止施肥 别把植物给枪死了 有话说老花一 我看有的植物 长得确实慢 但是一冬天 它也不枯萎 也在长 我把握不了用量 你把握不了用量的时候 你可以用缓施肥 少量的用一些 我们都是用这个 它肥料就好在什么呢 温和 时间长不烧花 你浇上几遍 你浇多少遍水啊 它都不怕 它肥料流失啊 很有限 它不会过多的流失肥料 你看 就这样放进去就行了 就这样放进去完成了施肥 起码到现在来说 到明年春天 我们都不用施肥 我们只有说 到春天它长得特别旺的时候 我们才用一些缓施肥 配合水溶肥 一起再来一遍 也就这么个事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就是说 浮墙不浮作 人一天三顿 植物一个月三顿 植物长得旺 你就给它旺 植物长得不旺 那就减少或者停止 希望帮助到大家 却不说就点个关注 老花一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油用的洋化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移 白了抽包 嗨 嘿嘿 嘿嘿